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来学习一下UCOS操作系统的第三次课 好 在这节课中呢 我们主要介绍一下内核的概念 内核的调度方法 以及我们可重入函数这样一个概念 好 关于内核的概念呢 在上一讲中呢 我们已经提到过了 这节课呢 我们再来详细的说明一下内核的概念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内核的作用 在一个多用系统中呢 内核它的主要作用呢 是负责管理多个任务 或者说呢 它是为各个任务呢 配配一个运行时间 这是内核的最重要的一个作用 内核的另外一个作用呢 就是负责任务间的通系 好 那关于任务间的通系呢 以后呢 我们在第五 UCOS专业介绍五 这个地方呢 我们会详细说明啊 会详细说明 在这里我们只要知道 有这样一个概念就行了 好 那使用一个内核的好处呢 就是可以大大简化我们应用系统的设计 这一节呢 在上一讲呢 我们已经说过了啊 在设计一个大的系统中 如果我们使用一个内核的话呢 我们可以这样做 把一个大的任务呢 化费为几个小的任务 比如说LED灯的任务 好 有ART的任务 按键的任务 好 还有一些等等 其他的 比如说LCD啦 等等这些任务 我们把一个大的任务 化费为这几个小的任务 每一个小的任务呢 来实现了 那这个大的任务呢 就实现了 好 作为说内核的一个作用呢 就是可以把一个大的系统呢 非常容易的化费为几个小的系统来做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内核它当然呢 使用内核的时候呢 有好处 也会有坏处的 使用内核的坏处呢 就会说 它会增加我们RAM和ROOM的用量 好 那这一点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啊 因为内核在运行的过程中呢 它也是需要内锤 需要锤出空间的 所以说会增加我们RAM和ROOM的用量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讲解一下内核的调度方法 好 内核的调度方法呢 有两种 好 第一种呢 是我们的时间片 雷翻调度法 第二种呢 是我们的优先级调度法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时间片雷翻调度法 好 时间片雷翻调度法呢 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调度方法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好 假设呢 我们这个系统中有五个任务 一 二 三 四 五 这个任务一 T1 T2 T3 T4 T5 好 那在这个时候呢 操作系统开始为每一个任务飞配时间 比如说我为这个任务飞配一个十毫秒 为这个任务飞配二十毫秒 为这个任务飞配五毫秒 为它飞配十毫秒 它飞配十毫秒 好 操作系统启动以后 首先开始运行第一个任务T1 第一个任务运行十毫秒以后 好 操作系统呢 把第一个任务停止掉 开始运行第二个任务 第二个任务运行二十毫秒以后呢 操作系统把第二个任务停止掉 运行第三个任务 好 这是一个时间片雷翻调度法 当然了 在这儿会出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 假设在运行了五毫秒以后 T1这个任务呢 已经不再需要运行了 比如说我现在休眠了 我现在呢 出现了一个等待延时 那就说我不需要运行了 那在这个 在这样的情况下 那剩下的五毫秒怎么办呢 剩下的五毫秒 操作系统会怎么处理呢 是这样的啊 剩下的五毫秒呢 操作系统会直接来运行T2 那也就是说 在这个时间片雷翻调度法中 操作系统进行任务切换呢 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呢 是这个任务主动放弃CPU 就像这种 我运行了五毫秒 我不需要运行了 这就叫主动放弃CPU 第二就是呢 就是说被动放弃 就是说运行十毫秒的时间到了 那你必须停止下来 这就叫做被动放弃CPU 好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啊 时间片雷翻调度法 那我们来看一看的啊 这个时间片雷翻调度法呢 是比较方便的 也是比较简单的一个调度方法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 优先级调度法 好 那基于优先级的调度方法 和基于时间片雷翻调度方法 有一个美质的区别 什么区别呢 就是说优先级调度算法中 它总是保证 优先级最高的任务 最先执行 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 假设还是五个任务 12345 这个时候呢 我为每一个任务呢 非配一个优先级 假设这个任务的优先级是零 这个任务是1234 在这我们规定 数字越小 这个优先级呢 是越高的 那也就是说 这个零号任务 T1这个任务 它的优先级是最高的 那操作系统启动以后呢 就开始运行T1这个任务 好 T1任务在运行的过程中 那它什么时候会运行T2任务呢 在这我们来看啊 由于它的优先级最高 所以说会一直运行T1任务 那这个时候问题就出来了啊 如果一直运行T1任务 那么T2任务就没办法运行了 所以说这个优先级调度犯法中 你必须保证这个T1任务 要主动放弃CPU 这样的话呢 才能运行T2 如果你不主动放弃CPU 那么T2是不能被运行的啊 所以说在这我们要注意 它呢是必须主动放弃CPU 哪些是主动放弃CPU呢 比如说我现在要等待一个信号量 等待一个东西 或者说我现在进入一个延时状态 哎 就说我休息10毫秒 休息10毫秒以后再回来运行 那这样的方法都被视为主动放弃CPU 主动放弃CPU后 接下来就运行T2 好 那假设在T2的运行过程中 运行到这个阶段了 T2还没有运行完 这个时候T1呢 已经延时的时间到了 比如说我休息10毫秒 我的时间到了 那接下来怎么办呢 接下来这个优先级调度算法呢 就会打断T2 把T2呢给终止掉 然后再回来运行T1 因为T1的优先级高 我现在呢延时时间到了 那我就要来进行运行了 好 那这个时候呢就进入这个T1 好 那T1在执行的过程中 它只要主动放弃CPU 那就接着T2往下运行 好 T2运行完以后 它开始主动放弃CPU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运行T3 好 同样的道理 在T3的运行过程中 只要有T2或者T1 它们两个任何一个要运行 那么CPU呢 都会强制性的停止T3 来运行T2 或者说运行T1 好 这就是一个优先级的调度算法 好 从这我们可以看出啊 时间片雷转调度算法和优先级调度算法有一个北质的区别 就是优先级 时间片雷翻调度算法呢 是没有优先级的 而优先级调度算法呢 就是说每一个任务必须有一个优先级 好 那实际上在我们这个现在的操作系统中 有的呢 是使用时间片雷翻调度算法 比如说我们的Linux系统 或者说我们的Windows系统 它大多数使用的是一个时间片雷翻调度算法 而我们的UCOS2 它使用的是一个优先级调度算法 那当然有些操作系统呢 它可能是结合了时间片和优先级雷翻调度算法 这两种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好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呢 是这样的 好 假设呢 还是有着五个任务 好 这五个任务中呢 开始非配优先级 我们刚刚非配的是01 二 三 四 好 也就是说每一个任务呢 必须对应一个优先级 这个任务的优先级呢 是不允许相同的 那接下来呢 我规定任务的优先级可以相同 那比如说 一和二 我都非配优先级为零 三和四呢 都非配为一 五非配为二 那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来看啊 一和二的优先级呢 是相同的 那操作系统启动以后 它是先运行一呢 还是先运行二呢 好 它是这样的 每一个 当两个任务的优先级相同以后 那就为 为这两个任务呢 需要指定一个运行时间 比如说 这个是五毫秒 这个是十毫秒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这样 当T1要执行的时候 T1首先运行五毫秒 五毫秒时间到了以后 接下来运行T2十毫秒 好 运行完以后 接下来再运行T1 好 假设T1运行到五毫秒以后 它开始进入休眠状态 或者说延时等待 T2运行十毫秒 它也延时等待 那这个时候才有可能运行T3 好 T4 好 这个呢 就是把时间片流翻调度法 和优先级调度法呢 进行了一个结合 那这是这样的一个调度系统 从而我们可以看出啊 这样的调度系统呢 兼顾了时间片流翻调度法 和优先级调度算法的一个好处 就是把它们两个的好处呢 都给继承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优先级调度算法中的两种方法 一个叫做不可剥夺性内核 一个叫做可剥夺性内核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 什么叫做可剥夺性内核 什么叫做不可剥夺性内核 好 首先第一个啊 可剥夺性内核 那我们就比较好理解啊 可剥夺性内核呢 就是在运行的过程中 这个内核呢 可以被剥夺 而不可剥夺性内核呢 就是在运行的过程中呢 这个内核呢 不可以被剥夺 好 那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 可不可剥夺性内核 好 不可剥夺性内核呢 实际上和我们的 轮番调度呢 有一点比较相似的过程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不可剥夺性内核 它的使用番范呢 是这样的 好 假设呢 我们还是有这么五个任务 一二三四五 每一个任务呢 都给它配配一个优先级 零一二三四 好 假设呢 第一零个任务 由第一个任务呢 开始执行 如果是一个不可剥夺性内核 那这个任务呢 是永远不可能被剥夺的 除非它主动的放弃CPU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一下 当它主动放弃CPU后 第二个任务开始执行 好 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 会出现一个特点 什么样的特点 第二个任务在执行的过程中呢 执行到这个地方 执行到这个地方以后 好 这个时候呢 第一个任务它要执行 就是说第一个任务说 我要执行 那这个时候 如果是一个不可剥夺性内核 就算你第一个任务要执行 那么 由于T2这个任务 还没有运行完毕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还是不能被执行 你只有等到T2运行完毕了 你才可以执行 T1才可以执行 好 这是一个不可剥夺性内核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下一个例子 好 假设首先开始运行的是T2 好 假设呢 T2这个任务开始运行 好 还是01 2 3 4 这几个优先级 好 假设这个时候呢 是T2在运行 T2 T3 T4 假设T2运行到了 哎 运行到了这个地方 运行到这个地方以后呢 好 T3进入一个 要运行状态 T3说我要运行 但是由于T3没有T2的优先级高 所以说呢 T2是不会让它运行 T2接着往下运行 好 接着往下运行以后呢 假设到这个地方 好 到这个地方呢 T1说我要运行 好 但是呢 由于T2 它使用的是 就是我们现在使用的是一个 不可剥夺性内核 那么T2还没有运行完毕 它还没有主动放弃CPU 那么T1也是不能运行的 好 假设到这个地方 T2主动放弃CPU了 T1开始运行 好 T1运行 运行的过程中 假设运行到这个地方了 它也主动放弃CPU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只有T3要运行的 好 那T3呢 就开始运行 假设T3运行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T2说我要运行了 T2的等待时间到了 它要运行 好 同样由于是不可剥夺性内核 那么T2呢 也运行不了 好 接下来再往下来 走到这个地方了 这个时候呢 T1说呢 我也要运行了 哎 那同样是不可剥夺性内核 T1也运行不了 T1也运行不了 那只有到这个地方 T3让出CPU T3让出CPU以后呢 这个时候呢 T1才能开始执行 好 T1开始执行 只有T1执行完毕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T2才开始执行 那从这我们可以看出一个问题啊 不可剥夺性内核的好处 就是说 只要这个任务不主动放弃CPU 那么别的任务呢 是不能把它给抢夺的 好 这是它的一个好处 也就是说这个任务 它的响应速度呢 是比较快的 但是这个不可剥夺性内核呢 有一个最大的缺点 那我们刚刚看到了没有 T2这个优先级高的任务 要执行的时候 但是T3不主动放弃CPU T2还是没办法执行 直到什么呢 直到T3主动放弃CPU了 这个时候T1执行完毕了 T2才能执行 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的啊 由于T2这个优先级 虽然你是比较高 但是你的运行呢 还是放在T3的后面 那这个时候呢 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啊 我优先级高 但是我还不能立马被执行 那这个时候呢 就有点不符合我们优先级调度算法了 这是我们不可剥夺性内核 这一点我们要注意啊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 可剥夺性内核 好 那可剥夺性内核呢 第一 我们顾名思义呢 就知道啊 它这个内核呢 是一个可剥夺性的 好 那同样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好 同样呢 那是12345 01234 好 假设还是啊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假设第四个任务在执行 它在执行的过程中 这个时候T3说我要执行 因为T3的优先级比它高 那么它就会过来立马执行T3 在T3的执行过程中 假设这个时候T2说我要执行 那么T2 好 它会打断T3 然后来执行T2 好 当T2执行完毕以后 它让出CPU以后 这个时候呢 T3接着再往下执行 好 这个就是一个可剥夺性内核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啊 可剥夺性内核 对于一个优先机较低的任务来说 它的实时性呢 可能不是很好 但是对于优先机高的任务来说呢 它的实时性呢 是相当好的 只要这个任务需要执行 它就会立马执行 好 这是这个可剥夺性内核 好 那了解了这两个内核以后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可重入函数 什么叫做可重入函数 什么叫做不可重入函数 好 第一个可重入函数 好 在这里呢 我们有两个例子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例子 非别介绍了可重入函数和不可重入函数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可重入函数 这个函数呢 是实现了一个STRCPY 字符或者字符交换这样一个函数 啊 字符拷贝 好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函数被成为一个可重入函数 那从这里我们可能看不懂这个可重入和不可重入的一个区别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不可重入函数吧 我们说一下它为什么叫不可重入 这个函数实现了两个数据的一个交换 假设在一个任务任务A中 好 假设在任务A中调用了这个SWAP这个函数 它需要对A和B这两个数进行交换 假设A等于100 B等于20 交换 但是当这任务执行到一半的时候 假设执行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那就说TEMP等于100 然后呢 A等于20 已经交换过来了 假设在这个地方 这个任务A呢 被任务B给抢占了 被任务B抢占以后 任务B呢 也来调用SWAP这个函数 好 调用这个函数以后 但是它传递过来的就不再是A和B了 而是C和D C等于50 D等于40 好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它再来执行这个 那这个时候TEMP 等于星X 也就是等于50 好 那这个时候C呢 等于D 也就是等于40 那这个时候呢 星X等于TEMP 也就是D呢 等于50 它完成了这样一个交换过程 交换完毕以后 假设再回到AJ5来执行 那就是从这个地方才执行 从这个地方来执行 我们看一下星X等于TEMP 由于TEMP是一个全距变量 在上一个任务中 TEMP呢 已经变成了50 那也就说这个时候 星Y等于50 那就是B等于50 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 这个时候已经出位题了 为什么呢 我们也要想要交换的是 A等于100 B等于20 但是交换的结果 却是A等于20 B等于50 那我们发现 这个SWAP这个函数呢 就造成了执行的过程中 出现了错误 那这样的一个函数呢 就被称为一个不可重入函数 好 那为什么不可重入函数呢 我们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出啊 它使用了全距变量TEMP 所以说造成了一个不可重入 那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出啊 要想让一个函数变成一个可重入函数 我们只需要多到一点 不使用全距变量 只使用局部变量就行了 那这个时候就出现个问题 为什么只使用局部变量 就可以造成一个可重入函数呢 因为局部变量 它是保存在堆栈中 而每一个任务呢 它会有自己的堆栈 就是A的堆栈和B的堆栈呢 是互补冲突的 所以说我们使用局部变量 可以实现可重入 那全距变量呢 它不是保存在堆栈中 我们谁都可以防卫这个区域 比如说B可以防卫这个区域 A也可以防卫这个区域 那这样的话呢 只要任何一方防卫这个区域 那都会造成这个区域的数据呢 被修改 所以说这个函数就被成为一个 不可重入型函数 一般来说我们在写 可博多性这个操作系统的内核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可重入函数 好如果使用的是不可博多性内核 那我们可以使用不可重入函数 为什么呀 因为不可博多性内核 那么B在运行 A在运行的过程中 B是不可能把它给剥夺的 它就不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好今天呢 我们就讲解这么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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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